花瓶? 那我沒有 因為沒有稱讚我的樣子 我的東西是靠我自己 真的一手一腳去建立 有一天我把刀不需要畫到臉 那天我有點害怕 其實我鑾針也不害怕 斷手指也不害怕 那一刻我會覺得痛痛 最主要我不是覺得我要花了臉 不連戲啊 你手一腳都可以避 你花了臉 怎麼辦呢 那有一條紅色的痕 那他們就 因為已經立刻要拍了 他們就拿遮瑕膏很快遮遮 我覺得每一場戲 其實都是只有一次 當只有一次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把這個壓力 變成一個動力去推動自己 盡量做到沒有得完美 但沒有得完美也希望過到90分 每一個工作都有她辛苦的地方 但是是在於你的心態 我覺得我開工其實我會變成另一個人 可能平時的我呢 叫不住的 叫不住的 但是我開工的時候 我就 又不知為何自己做到 你問我現在看影片 我也不覺得自己會做得到 即是當他們去量一些膠給你的時候 母子師傅他們都覺得難的時候 然後你又完成到 那你就會很有那份滿足感 我記得有一天通過是0430 提早回去貼紋身 因為我兩個小時化妝 有時候兩個半小時 拍到中間吃飯 吃完飯之後就繼續拍 有時候吃不下 然後拍到天黑 因為我的衣服全部露腰 如果不想翻臉就要健身 或者出去保釋 我的頭 因為我的頭紅色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 就扣扣大袖 都不是真的休息很多 那個辛苦 不是說你睡得多與少 是那個體力 我每一次拍的劇 遇到的監製 對手 前輩 大家都很疼我 可能那時候我還是很小 真的二十頭 我未必很擅長交際 我未必很擅長去跟別人交朋友 我覺得我的道路是平坦的 為何你可以咬我這樣 你不叫我 你咬我你小 你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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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沒有想 我真的沒有想 這個起跑線的問題 但是我的東西 是靠我自己 真的一手一腳去建立 我想我是一隻牛 我真的一隻牛 我就想上班 上班 我放在觀眾這部分 放得挺重的 就是很想讓他們了解多些 無論是真的我自己 又或者他們是可以看到 我原來是可以勞駕到 不一樣的角色的 你都很想得到大家的認同 就是覺得 空間是會演戲的 空間是會演戲的 我會演戲的 我會演戲的 我會演戲的